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会有不一样的脑电波形 但人也没有办法直接区分这些波形的具体差异 所以我们采用机器学习的方式 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人工标注的方法进行训练 标注的过程其实就是让想法和数据之间成立的关系 最后让手机读取这种关系并发送指令 比如控制音乐播话 我说实话并不认识他们任何一个人 作为队长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找谁能找得谁 但是在群里发布自己的想法后 就会有一些感兴趣的人主动联系你 推荐他认识的专家 并且帮你提供建议 小米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不怕找不到跟你一起成就一个想法的人 今年呢是我们第二次参加黑客马拉松 去年我们团队的作品是通过手机控制智能电梯 借此关注残障人士的出现 今年呢我们就一直在思考 我们和机器之间可以有什么更加天然的交互方式 我原本只关注技术原理的落地 但当我看到了3D打印的模型 手机展示的效果确实超预期 对我们都很给力 投估做出来还不错 脑电信号能读取 设备也能控制 关键是戴上去还舒服 非常开心 有机会我还想继续做这些创作 我觉得爱好生活和工作并不矛盾 在哪里都能创作 未来我们也会从其他维度进行突破 在小米不会有人嫌疑想法太多 为更多人想得更远一点 技术是向前走 我们是向前跑 小米投估这个作品确实劳动大开 很酷 这是在48小时内完成的 令人印象深刻 从技术上讲 目前还有很多不足和限制 但这个作品 很好地展示了未来的无限客人 以及小米工程师们的创业实力 今天是一个科技创新的时代 我们不仅能看到各种技术的快速发展 也能看到不同技术交叉融合 带来的创新机会 通过一个马拉松这样的比赛 我们希望传承和发扬小米的工程师文化 让硬件软件人工智能等不同领域的工程师 面向未来大胆创新 探索更美好的生活 这也是小米公司的愿景 让全球每个人享受科技 带来的美好生活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 感谢观看